针对最高法院的阻碍 他直接诉诸主权者人民 他指出 正直的公民必须承认 如果政府在重大的 影响全体人民的问题上的政策 被最高法院的胖决 无可逆转地固定下来 那么在当事人的普通诉讼中 在个人诉讼中 做出这种胖决的那一刻 人民将不再是自己的统治者 实际上在胖决所设的范围内 将他们的政府交到了 那个位高权重的法庭手中 一国两制的构想 在很多方面打破了经典的主权理论 香港基本法 关于香港高度自治的限制安排 确实是世界宪法史上的独特现象 但是无论单独解释 还是结合国家宪法一起解释 它都不能理解为是 国家自残的法 或者港独的保护散 第三个大的命题是 宪法忠诚 是国家安全的力量源泉 国家安全依靠诸多力量 人力 武力 财力 最重要的是人心之力 没有忠诚 什么力量都难免成为敌人的战利品 忠诚 是构成政治统一性 最重要的道德要素和原则 也是代表着责任原则的道德基础 没有公民的忠诚 国家就没有政治统一性 代表若不忠诚 就会出现代表着危机 所谓忠诚 是这样一种道德情感和行为方式 即一个主体 心甘情愿地将自身与对象同一化 并愿意为对象付出努力 做出牺牲 忠诚具有极强的区别功能和排他性 忠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 同时也就意味着 当这个人或者组织 与其他人和同类组织 发生利益冲突时 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 效忠对象的利益 并维持斗争 可以不夸张地说 排他性或敌友区分 是国家忠诚和宪法忠诚的实质 美国的入籍誓言 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个誓言是一个五重式 包含五个方面的道德和法律义务 国与国的区别 不在于是否需要忠诚 而在于忠诚的模式不同 也不妨反过来说 不同的忠诚模式 产生和维系了不同的国家形态 终观人类政治时 国家忠诚模式的变迁 呈现出四大规律 第一 从下对上中的单向结构 演变为以公民相互忠诚为基础 以公务人员忠诚为核心的模式 第二 从多层次复合结构 演变为直接对主权者效忠的结构 第三 效忠对象 从具体人格 转变为国家的抽象人格和宪法 第四 国家忠诚从卑微的义务 上升为道德自由 所谓道德自由 就是积极自由 加服从意识的综合情感与德性 总之 宪法忠诚 是现代国家政治忠诚的普遍模式 在一国两制的限制框架内 香港中国公民的政治忠诚 是一种符合结构的忠诚 一方面 要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另一方面 也要对国家有最起码的忠诚 香港国安法 就是维持底线忠诚的常态法治手段 如何培养公民 尤其是官员的宪法忠诚呢 人类最虔诚的感情 莫过于宗教情感 除非宪法成为公民宗教 否则国家就不具有最牢告的情感基础 就难以建立最根本的同一性 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 就缺少廉洁的精神扭带 一旦宪法成为公民宗教的盛典 宪法宣誓也就成了 共和国的公民宗教仪式 是镶嵌在世俗国家之内的神学结构 是将人民聚集在一起的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 2016年10月12日 香港第六届立法会多名后任议员 在宣誓过程中的丑陋行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主动出手 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 起到了正本清远 扶正去邪的重要作用 有人质疑解释加料 主要的理由是 香港基本法第104条 没有规定行为规范和后果 而解释却详细地 解释出了两方面的内涵 这种质疑 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不做法理的论证 只想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 这些质疑是多么滑稽 人类各民族 人类各民族普遍存在 发誓的文化 这是因为 人类作为言说的动物 当他们进化到某个阶段时 学会了用语言玩游戏 撒调就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 一旦人会撒谎 语言原初的旨意功能 便遭受了挫折 能指与所指便不能吻合 如何让别人相信自己说的话是真的呢 于是产生了另一种语言游戏 誓言 誓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 其目的是禁止语谎言游戏 确保恢复语言原初的正常功能 从而使人相信 发誓者所说的话 为什么誓言具有特殊的力量呢 按照古典学者的定义 发誓实际上是招引一种 比自身更伟大的力量 来维护生命的真实性 其方式是 如果生命虚假 即施予自身一个诅咒 换言之 一个完整的誓言由三个要素组成 第一个要素 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陈述 或一个承诺 第二个要素 是引诸神为见证 第三个要素 是一个针对伪士的诅咒 也就是发誓者自愿承担的后果 过去的学者们普遍认为 誓言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人们惧怕神灵的暴露和暴服 但是 在当代责任阿甘本看来 誓言的真正秘密就藏在 我发誓这个语誓中 我发誓 是一种言说行为的完美范式 所谓言说行为 即用言说就完成的行为 恕即是行 这个语誓 将 我 也就是我自己 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实 直接推上前台 并配合一定的 事理 也就是仪式 在这个类似于法律中的例外状态的特殊时刻 启示者 把自己还原为一个赤裸的生命 并且将自身的赤裸生命献祭出来 在阿甘本看来 正由于誓言首先是语言的胜利 因而 誓言能够作为权力的胜利 宪法宣誓 是神圣的言语行为 是权力的胜利 公开的宪法宣誓 意味着 引人民为见证 向人民奉献自己 因为在共和国 人民是主权者 是自宪权主体 主权者 人民 即便不在场 也必须被假定为 不能缺席 你见或者不见 主权者就在那里 见证着宣誓 亵渡誓言 就是亵渡神灵 就是向神灵宣战 怎么可能没有报应呢 亵渡宪法事业 就是亵渡主权 向主权宣战 怎么可能还有资格担任 议员呢 启示 已然是最后一次 亵渡人的良知 最后一次 求助于言语的力量 一旦启示 也无效 言语之力 极以崇敬 道德信任 业已破产 那就只能退而求助于 法律制裁了 在我国 港澳基本法 最先确立宣誓制度 就是要把两个基本法 作为港澳的公民宗教 如果基本法不被信仰 港澳本地居民 拿什么作为政治共识 港澳地区依靠什么 与中央建立互信 让我们真诚而严肃地 对待宪法和基本法 愿祖国平安 香港平安 谢谢大家